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元旦日精英杯美场赛事 在旺角大球场举行 由李文对港会 今场李文派出雍许淘 王浩俊和张希妍三位U22球员应战 另外有金城龙和余佩康 重返正选大军 港会方面 陶俊桥相隔超过两个月后 再担任正选门将 李文开赛8分钟 就有后防主力何西安祖因伤被调离场 由余伟廉入踢 不过球队很快重新振作 港会门将陶俊桥开三波 落在亚哥斯达脚下随即发动反击 陶俊桥一度撲走个球 但李文还有金城龙 后想保射得手 开赛15分钟 就揭开入球阻罪幕 32分钟 港会后场解围猶疑不决 被李文抢回控球权 王浩俊 完全被中村右人撞射破网 李文领先到2比0 其后李文由后场发起精彩配合 传到王浩俊脚下 成功排脱港会手杖之后 软射高出 39分钟 李文角球攻势 徐混杰没有人看管之下 投锤攻门 被陶俊桥飞身破出 埋伏门前的亚哥斯达投锤保重 李文半场带着三球优势 返入更衣室 换边之后 李文战况继续一面倒 48分钟 王浩俊接应右路团中撞射得手 为李文将领先优势扩大至4比0 大比数领先的李文继续抢攻 阻路佛球开出 港会球员投锤解围 但被李文拥许图截倒再斩入禁区 余伟廉后上竞射破网 李文56分钟拉开至5比0 65分钟港会有个黄金机会 安高沙完全被美菲何利 抽射中眉顶弹出 未能够破弹 完全控制战局的李文 比赛后段有金城龙因伤退下火线 但由于换人名额已用尽 令到黄衫军团比赛最后十几分钟 要以10人应战 73分钟港会角球 美菲何利投锤批中 严天健门前加多脚 但被后避上阵的李文文章高进 反应够快接到 最终李文以5比0大胜港会 新一年有个好开始 最终李文文章高进 最终李文文章高进